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中时期和李小龙成为同级校友 长胸如腹 因为家庭贫困 许冠文很早就开始坚持赚钱养家 当时的香港正是影视行业蓬勃发展之际 1971年大学毕业的许冠文正式进入无线电视台 和弟弟许冠杰一起主持综艺节目《双星喜报》 借着幽默的形象深入人心 还创下当年香港电视节目最高收视记录 成为了风靡一时的黄金党 1972年导演李汉翔周拍电影《大军法》 因为看中了许冠文超高人气 随即邀请他出演电影 为了贴合角色 许冠文特意提光头学了山东方言 在剧中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搞笑元素 这部电影也成为当年三大卖座电影之一 仅次于李小龙的《金武门》和《猛龙过江》 许冠文的喜剧之路也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比周星驰更好的戏剧大师 在周星驰之前 香港喜剧电影就有了一位无冕之王 被观众称为冷面笑强 他就是许冠文 1971年许冠文拍摄电影《大军法》之后 接连出演了几部《韶式经典》 已经在表演方面有所建树的许冠文 决定向编导演的创作性电影仍发展 在佳和的帮助下成立了许氏兄弟电影公司 离开韶式的许冠文从此天高任鸟飞 在电影《路上一路高歌猛进》 出品了不少经典的电影 1974年到1981年 许冠文的《鬼马双星天才与白痴》 半斤八两脉生气 摩登保镖五部影片 连续五次成为当年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而摩登保镖更是让许冠文 获得第一届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 不同于周星驰无厘头式喜剧 许冠文善于从生活中挖掘笑料 反映草根趣味和小人物们的喜怒哀乐 有着其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 到了90年代 许冠文的灵感开始匮乏 慢慢地远离群众 又恰逢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崛起 他的光芒开始被掩盖 相对于许冠文的高冷的市景风 周星驰的无厘头更能让观众接受 如今他早已是半退休状态 活跃在荧幕的背后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华语电影发光发热 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他永远都是喜剧之王